许多大陆企业家现在面临寻找接班人的问题 而大陆首富宗庆后 他创建饮料王国 他30岁的女儿靠靓丽的外形和美国大学学历 被视为轻定接班人 不过他并没有富二代的娇气 被大陆媒体称为最勤奋的公主 在胡润公布的2012全球富豪榜上 大陆企业家宗庆后以105亿美元 相当于3000多亿台币的身价 挤进这个百亿美元富豪俱乐部 成为大陆首富 宗庆后开创了这个大陆知名饮料品牌 面临寻找接班人的问题 近年开始接掌部分事业的女儿 就被视为这个饮料王国的清定接班人 我基本上不管他 让他自己去发展 他肯定有问题的 有困难的他再找我 宗庆后自嘲没有文化 因为他初中毕业后就到农场挖盐 后来白手起家开创事业 而他的女儿初中就去美国念书 拿到美国大学文凭 没有富二代的娇气 被大陆媒体称为最勤奋的公主 但是80后的他能不能接班 宗庆后还在观察 宗庆后和许多大陆改革开放之后 富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一样 都在考虑接班的问题 这一批富二代 如果顺利传承父辈的产业 势必要为大陆的传统产业注入心血 中文 新闻 胡琴仁 戴绿 北京报道